今天是我坚持晚上只吃水煮菜的第30天 成功减掉20斤 很多朋友都问我 水煮菜那么难吃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其实是因为它 这是我两年来踩雷无数找到最好吃的 温和不似鼻 真的比外卖的庆史好吃太多了 现在我的朋友闺蜜全被我安利了 他们都说比麻辣烫还好吃 最重要的是坚持吃还可以变成益瘦体质 还不用担心会反弹